我已经泡起来要开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吃剥法 今天就像intro已经看到了 我们今天要开箱 Cake Day的蛋糕 它是这家做千层蛋糕 起步的是中国人 开的 非常感谢 不是咱这 今天是千层蛋糕吃播第二盘 大概是 很沉的我跟你说 我买了四个口味的 四拼 as usual 之前他们家吃的时候 我没有拍视频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图片 在这里 挡住他的脸是最重要的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到他的官网manu 可以看到或者私信咨询一下 他会把完整的manu 发给大家 谢谢大家 然后这家店呢 位于richmond 然后我订的是 他现在周一会有活动 送到光达比和老西这个方向的 然后我就订了 就送过来了 我点的是四拼 四个口味的 我之前试的呢 是他家的抹茶巧克力榴莲 还有一个什么奶茶的 应该是这样子的 因为时间里久远 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 那么我可以看到 对比于上一次呢 还有包装做一个升级 因为我一样这样子 大理石 你可能完全看不到 没有啊 我给他放了视频 你干嘛 大理石 这样子 一种更加高端的那种感觉 就是把四拼扣了 你别扔的 没的 那行不行 我让我做一个正经的直播 OK 不是 是在你该说的时候说 然后呢 等我说完的时候才是你的 OK 好 然后上次呢 是那四个口味 然后在这一段期间呢 他升级了很多的新的口味 我一直没有时间尝 然后这次终于有机会 把他们一口气揽过来 然后今天给大家尝一下 我从来没有吃过 但是呢 之前吃过他家的时候 价格真的是非常天地良心 这个尺寸非常的良心 而且非常的 味道非常的上头 真的很上头 真的很上头 我都很害怕 他 他这上面还做了一些 新的点缀 非常的不一样 这个人记忆经常的 好嘞 对 他也有很浓的巧克力味 很香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尝试一下 好吧 先来切第一块 这个是什么 应该是焦糖的 香草焦糖 你看 上面的这个 我已经听见我老婆的 分泌口水的声音 嗯 切起来非常的嫩 这个 大家看到这个刀非常的炖 但是 切起来呢 确实非常的流畅 哦 软软糯糯的 软软糯糯的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中间真的是 做工非常惊喜 哎哎哎 你怎么就开始吃了 哦 对对对 你就开始吃了 不不不不不 我是先把它垮下来之后 让大家看看啊 就你看到吗 基本上就是像融化成了一坨 奶油冰淇淋一样 非常的让人满足了冰淇淋和奶油 就是它看起来非常的软糯好吧 好我们 这一块呢 就先不着急吃 先把它垮一下 我们到时候已经忍不住 然后吃了两口了 啊你太大一口啊 你没办 给我一 不是不是 你吃虾虾虾 这这口给给你吃 对对对 这口给屏幕前的观众老爷们吃 等下哎好好等下等下你别动 我来聚焦一下 哎 这中间黑黑的是什么 哈哈哈 嗯 真的超好香 哦 朋友们我真的不是盖的 这家真的超级好吃 我和我男朋友这样大打出手 并不是 是真的是事出有因 你看那个人这么一块 他这么一下子就干光了 啊 太讨厌了 真的超好吃 我不客气了 我跟你说基本上这样 我一块我就能吃一顿这样 不停歇 ok那我就不客气了 好第二块我们下手旁边这个 胖胖下面还有奶油的这个 那样了 我们一点点一起吃 然后这个应该是什么口味的 我们猜一下 闻不出来我吃了 嗯 什么味道 应该是奶茶的味道 这边这个黑黑的 黄黄的 绿绿的 应该是培茶 然后我猜这个应该是抹茶吧 因为长的就很像巧克力的颜色 对吧 超好吃 绝对是奶茶的味道 好劲儿 那个奶茶的香气 我的天哪 啊 就你知道大家一说做见诚 大家可能一想到的就是抹茶 巧克力草莓 呃最多的就是榴莲 然后这样子 嗯像这种新的不同的层次 口味的东西真的 然后融合的又这么好 真的很不容易 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生意那么好 而且深受大家喜爱的原因 就是实力 好吗 这你看大家这个开成功的示范了一个 作为一个错误男朋友的示范 大家观众喜欢的屏幕前的大家家我要学习这种奶茶 要的 找不到女朋友的好吗 哈哈 好我来尝一下这个日式培语成 这个奶茶 嗯刚才这个 这叫什么 焦糖的是吗 焦糖奶茶奶茶味很很浓 是啊是啊 然后像我这种是喝不了奶茶的人 啊 我就觉得就吃这些带他忙的成分的口味的甜品 会非常的上行 所以我个人真的觉得这个奶茶比较对比起来的话 我会比较上头这个奶茶的 啊而且他得留下这个后径鱼香到现在完了 嗯 所以这口腔里头还有这个鱼香 送人玫瑰 那我们先来去尝一下 可不说这个面发的的确是非常好 不好意思 但是在 你知道焦糖蛋糕是怎么做的吗 啊 是怎么做的我不知道 他就是煎鸡蛋饼呀 煎一层煎一层 只是薄薄的一层 让他垒起来 然后垒到中间抹奶油 哦 那对啊就是这个饼啊 就这个面嘛 蛋糕当然不是用面做的 那如果老婆趁现在就吃就是 就是要这个叫什么 再贬低一下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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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我吃完这个日式培茶 还换到了下午 你可以尝一下 我也老挤 那准了是吧 不是我不是说的 我们的顺利是我吃一口 我说完然后你吃一口 你说 就是我们这样一口 想吃就吃 你等我们做完评测之后 想吃什么就知道 我们应该准备四个勺 各挖不同 那再准备四个勺 你是怕它混了这个味道吗 但其实也不会 对好 然后我来解释一下 刚刚我吃的日式培茶 你不要打算了 我个人觉得 嗯我会不会再吃第二次 我不是故意抹黑啊 但是个人不是特别喜欢 那个培茶的冲劲吧 就是那个茶味太重了 很重啊 嗯就是相比于抹茶吧 因为我吃过他家抹茶 就是很相似 然后嗯就这个茶的味道 有很明显的区别啊 当然是 然后包括他做这个蛋糕 呃糖度真的是正正好 像我这种真的很怕甜的人 但又很爱吃甜品的人 真的很喜欢这种啊 糖度的适宜的甜品啊 他家做的是真的很不错 不管什么口味 这个糖度都把握的非常好 对其实他的表情也是说明了一切 就是他那个茶味太浓了 和那个抹茶是一样的 就是会让人有点吃着吃着 吃不下去的那种感觉就是 呃有一点点 腻还是应该叫空 反正就是 你看上面的茶粉哈 比较酷 对对对对 用料真的很良心 但是就是呃 就是稍稍有点 呃 要是做对比的话 我可能会想去 呃回购的话 我可能会回购像这个奶茶榴莲这种 嗯 甜苦甜苦的啊 比较好 这个呢就是稍微有点冲了 那个茶味 对他的表情 好你来说一下吧 感觉就是在喝茶一样 哎对对对对对 就是很强烈的那种 嗯感觉 就是完全把你带回到那种日 日本的茶茶道那种那个环境 就给你呃出来了 嗯 但是嗯 作为蛋糕呢 可能就是嗯 看啊 但是个人口味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些人可能喜欢茶味重一点的 甜品呢 那这一款就是非常的适合你 就是欢迎大家去尝试一下 啊这个茶味真的很香 真的很好吃 嗯 但是就对于我们个人来讲 可能我们两个人不太喝茶呀 也不怎么对茶那么的吃 所以就是可能对我们俩有点接受 当然喜欢茶多了肯定也会直接喝茶了 并不为你的茶蛋糕 哈哈哈哈 是不是算一种骗子点 我们的很健康的 哈哈哈哈 吃甜品 上面是茶粉 呃非常苦的茶粉 有一种 把茶倒碎了 倒的很碎碎的很碎 对不是这个抹茶粉是一样的呢 抹茶粉也是苦的呀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味道可能是作为茶 是有点也不太接受 好终于到最后一个了 我们转一下吧 好让我们来试一下 小可爱 这是摩卡的应该是 咖啡味的应该是 好像是 啊 这上面还有巧克力豆 这应该是一个巧克力豆 一个咖啡豆 ok 我们来尝一下 你开始闻的那个很香 很香的巧克力味 就是这个 发出来的 太好吃了 就是 真的这个咖啡的香味 就是 你不是不喝咖啡 我不喝咖啡 但是我真的很吃明明咖啡的香味 所以就是 有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 给自己冲一杯 喝两口然后 尝啊吃这个吃这个 嗯 嚼了这个咖啡豆 脆脆的 在嘴里爆开 超好吃的 天呐 天呐 它糖没有特别苦 而且我感觉我吃到底菜 就是没有这上面的奶油的时候 中间好像有一点点苦 就是那种咖啡的苦味 苦苦涩 苦心甘癌 对 越往下吃越苦 是不是 下面因为它会这个奶油嘛 所以它就会甜甜的 你想再吃一下第一个 都忘记第一个味道 简单的评价一下 感觉还是第一个 入口效果更好一些 就是 让大家照顾一下 香草焦糖 啊对 香草味 我现在又尝了一下 这个香草焦糖的 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是这里头最甜的 然后 这个培茶是这里最苦的 我刚才觉得 可能两个混着一起吃 是不是就中和了一下 因为要是我个人的话 像吃这个甜的 我可能吃不了两口 就会也不是放弃了 就是会等到下一顿 其实我可能会把它选择做 饭后甜点更多一点 但是 这两个摩卡的和奶茶的 就是我能 在当饭吃 我真的就是如果甜度适宜的话 我是能当饭吃 然后这个 培茶就是有种 你喝那种很甜的东西的时候 你吃一点这个培茶 是很上头的 就是它中和的那个味道吗 我那天边 我那人嗓子已经哑了 一盖清爽了 说明了什么呢 吃的不好 有点好啊 哈哈 可能被这个耗盗了啦 真是的 你最喜欢哪呢 你评一下 你最喜欢这个是不是 不好意思 背景音 快点 好 你来评一下 你最喜欢的 简单评一下 每一个吃得上之后 继续 每一个 你吃得上了吗 没吃得上了吗 没吃得上了 等你过来点瓶吧 我都说那你放 那你放 大家欣赏我吃 每一个的第一口的入口感觉非常非常大 但是后劲就是大人 可能我这个人话不怎么爱吃甜品 本身呢 也不能买吃甜食 入口感觉的确是有被经验到上 但是呢后劲啊 以及回味啊 就是点 产生是无异的感觉 其次呢 应该就是点喝的 比如说茶 有一点 红茶 有一点厚 就是我现在嘴巴已经混合了 嗯 浓浓的奶茶味 你自己评价就是你最喜欢哪一块 觉得第一款还是 你最爱是吧 然后奶茶有点太厚 然后其次这个 这个叫培茶吧 嗯 烘培 嗯 就是培茶 培茶也 还叫烘培啊 老文化啥不 那个巧克力这个颜色的 你第一口也是 第一口 这第一口是最让人感觉到 惊艳 就是感受到世界的参差吧 这可能就是做千层蛋糕的差距吧 我基本上品尝完之后我也就 大了 OK 我刚才觉得它各四款口味 真的都比较适合做甜品 就是 嗯 不像之前呢 嗯 每样吃很小的一块 哎对对对对 这样的话量稍微是 如果你单吃一种口味一直吃到底的话 不会很腻 然后我个人呢 他喜欢这块黄色的 我喜欢的是 嗯 其实说实话奶茶和咖啡不相伯种 怎么 你这个时候不分上下就可以了 不相伯种 是什么 是什么你不要干的 创词的 我也不知道 那你在这里嘲笑我 不相伯种 义丘之河 嗯 i don't know what you talking about 然后呢 义丘之河 然后 你不要想去奇奇怪吧 我们现在在做的是蛋糕测评 然后 嗯 然后我们现在 嗯 我在说什么 嗯 所以 我最后思索了一下呢 我觉得可能是奶茶排的第一 然后 这个叫什么 咖啡排的第二 然后这两个呢 也是差的不小 我说 差的不分上下 就是让我个人有点 嗯 就一个特别黏 一个特别苦 就是在那两个极端 也不好去评范哪个更好 但是我不得不说 那个做工依旧是非常的惊艳 嗯 对啊我觉得饭后甜点 我就有了着落 嗯 这几天我就可以过很幸福 好了 嗯 那么今天就是 啊 这个直播 嗯 就把你结束了 嗯 我我我也再加一句 啊我也不知道 不用加了 今天要知道什么 开箱测评结束了 但是直播还没有结束 还吃 你想吃吗 我已经吃饱了 嗯 好吧 建议大家哈 另外三种口 我个人去蛋绝哈 吃喝饮料就可以了 配饮料吃了就离不得 不喝他味道的饮料就可以了 那不一样 让我这种不能喝奶茶 不能喝咖啡的人 蛋糕成了我唯一 解相思之仇的 嗯 这个培茶问题他非常行 我在想这个培茶 他嗯 这么的苦 会不会是因为 我们吃的很甜的东西 然后再吃的苦的 所以就会凸显了他的苦 嗯 对 如果大家不爱吃苦瓜的话 可以先吃点 比苦瓜更苦的 OK 你还要吃吗 奶茶和摩卡 真的 嗯 你的最爱 嗯 就是根本停不下来应该吧 你没看我的傻子 在这两者之间 来回 别走 不是吃完了 这为啥还不走呢 好吧 下次见 真的 哈哈 菜佛 真的 那 我